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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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进入联合执法合作协议 对建立联席会商制度 执法联络员制度 联合巡查机制 协作共治机制 应急协统机制 信息共享机制等内容进行了具体明确 协议要求各方加强长江流域跨界水域进补执法监管 齐抓共管 形成打击破坏渔业资源违法犯罪的合力 2021年自然资源监测5月12号启动 监测将利用最新航天航空等导感影像技术 掌握全国耕地资源 林草资源 湿地资源 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和人工建筑物的类型 面积 范围 分布和变化等情况 据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较前一周下降0.2% 其中猪肉批发价格每公斤29.07元 下降3.5% 我们来关注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到16号 我国又将迎来一轮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 最强降雨时段在15号到16号 预计中东部大部地区将受到影响 其中重庆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苏 以及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出现 最近几天 我国部分地区遭受了冰雹 暴雨等强对流天气 农业生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 部分河流水位出现了上涨 相关部门也采取了措施来应对 连日来 福建龙岩永定区境内不少乡镇 遭受冰雹袭击 当地5000多亩农作物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目前 当地相关部门正在指导群众进行灾后自救 农协理赔工作也在进行中 前几天 贵州天柱县蓝田镇下了一场暴雨 暴涨的河水淹没了部分农田 一百多亩葡萄基地里积水严重 灾情发生后 当地组织农业技术人员赶到田间地头 指导灾后农业生产 目前 受灾的水田和旱地已得到处理 最近几天 受黑龙江干流上游来水影响 黑河站水位持续上涨 为确保安全 黑河市相关部门已经在大黑河岛路口 安装了栅栏警示牌 对大黑河岛周围出入口实行封闭管理 相关部门也提醒群众不要冒险上岛 目前 黑龙江洪峰已经安全过境 当地水位正在缓慢回落 我们继续关注红火椅防治的相关消息 据了解2003年的9月 台湾桃园机场发现了红火椅入侵 紧接着2004年的9月 在广东 吴川也发现了红火椅的踪迹 目前 浙江 江西 四川等长江流域地区 也陆续发现了红火椅的存在 那随着天气转暖 红火椅会不会入侵到我国北方地区呢 我们来听专家的解答 华南农业大学红火椅研究中心主任陆永乐表示 红火椅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 按照我国种植业的发展 未来可能会在东北 华北等北方地区零星出现 我们国家的温室大棚我们都知道 面积大概是9000万到1亿亩 那么冬天的时候 东北 华北 西北都能生产蔬菜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的话 红火椅可能会侵入 然后在那里零星的发生和定居 但是红火椅在这些地区呢 由于低温的限制 不可能大面积的大量爆发的 陆永乐表示 目前全国气温已经开始回升 红火椅也进入到传播扩散的旺盛期 相关部门要加强红火椅的监测工作 对红火椅的主要载体 花卉 苗木等加大检查力度 有效遏制红火椅的传播途径 那么红火椅入侵以后 我们一直在倡导 在建议建立 联防联控的这个机制 就各个部门都要抓红火椅的防控 尤其是涉及到 红火椅入侵区域的管理的部门 针对某个区域 那我们要实施叫 统防统治的这种方式和模式 因为统防统治 就是统一在一定区域 大范围的覆盖全面的防控 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另外 南方医科大学 珠江医院急诊部副主任医师 蔡雪泉也提醒各位农民朋友 在田地里劳作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地穿长衣长裤 避免被红火椅咬伤 如果不慎被咬出现了呼吸困难 口唇 发麻等这些症状 一定要及时就医 如果碰到了轻度的咬伤 过敏反应比较轻的 局部的有发红 有烧痒 有激烈的烧桌样的疼痛 甚至有起水泡的这种状态 但是没有出现前身症状 我们要及时地在水龙头下 用肥皂进行伤口的清洗 同时挤压伤口 可以使得没有来及吸收的 一部分的乙酸 通过挤压把它排到体外 减少毒素的吸收 如果挤压完了以后 症状没有再继续地发展 哪个冰块用布包的 或者用塑料袋装好 做局部的冷敷 家里面有一些的内部醇的卵膏 比如说现在皮烟瓶 抗酸墨饼的卵膏 我们可以用来涂一涂地 局部伤口 如果要是痒得再厉害 甚至有周围起皮疹的 家里有一些抗过敏的药物 比如说开瑞糖 还有的破蚌敏 等等的这些抗过敏的 我们可以先吃一片 专家提醒 如果一旦出现呼吸困难 口唇发麻等全身过敏症状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治疗 以防出现过敏性休克的危险 5月10号晚 四川成都一个小区发生了危险的一幕 一辆电动车在电梯里自燃了 事故导致电梯内五人受伤 其中包括一名婴儿 相关部门正在对事故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 当时电梯里共有五人 其中一名老人抱着一名婴儿 还有一名男子推着一辆电动车 就在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 电动车突然自燃起火 农烟在几秒内就把电梯叫翔吞没 电梯里的五个人都因此受伤 其中包括一名仅五个月大的婴儿 被送往ICU时 全身烧伤面积较大 伤情严重 经过救治 目前婴儿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据官方通报 当地公安 消防救援等部门 正在对这起事故进行进一步调查 5月11号 成都市物业管理协会 发布紧急通知 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 要在服务区域集中开展专项整治 对在公用走道 楼梯间 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 停放电动车 或者为电动车充电的行为 进行制止并组织清理 有数据显示 在电动车起火 致人伤亡的案例中 90%都发生在门厅 过道 以及楼梯间 在消防员的眼中 电动车上楼入户的行为 非常的危险 那么究竟哪些原因 容易导致电动车自燃 我们又该怎样避免 电动车火灾的发生呢 好好的电动车 为什么会突然起火 专家表示 一般来说电动车自燃 主要由于线路破损 擅自改装 超出使用年限和线路短路等 电动车起火 它主要的问题是来自于 它的电瓶 而我们的电瓶 一旦发生火灾 会迅速地形成全方位燃烧 而进而就是造成人员伤亡 所以我们的电瓶车 不要推入电梯 据了解 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电动车 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使用千酸电池 另一种使用锂电池 消防人员表示 无论哪款电动车 都存在较高的火灾风险 而数据显示 有80%的电动车火灾 是在充电时发生的 其中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 发生在夜间充电过程中 而90%的电动车起火 致人伤亡案例 是发生在门厅 过道以及楼梯间内 所以说 要避免电动车火灾 起码要做到 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 合格产品 充电器电池定期保养 不擅自改装 严禁停放在楼梯间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 严禁在楼道楼梯间等地 为电动车充电 气温高时 尽量不要长时间 连续使用电动车 消防人员表示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正确的铺就也很重要 发现电动自行车起火后 应第一时间切断电闸 防止触电漏电事故发生 然后使用干粉灭火器 或二氧化碳灭火器 进行灭火 也可以使用干的沙子 破撒在起火点 进行灭火 如果火势紧急 难以控制 要迅速拨打119 寻求救援 5月12号是我国第13个 全国防灾减灾日 在吉林长春一场别开生命的 消防答题闯关挑战赛 在南湖公园举行 群众通过线上加线下扫码答题 同时参与原地穿着战斗服 节省体验等挑战项目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接下来来关注农业生产方面的消息 进入夏天了各地的农业生产 在有序的进行 乡亲们抢抓农石 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 特别是农业机械的推广普及 提高了作物的播种效率 这几天 贵州省同仁市 玉平祥茶村 双农村的村民们 在忙着种植大黄浆 目前大黄已经种植了一半 10月中下旬可以进行采收 预估母产将达到6000斤到8000斤 在山东省丽金县 这几天机彩棉也开始播种了 卫星导航 无人驾驶 全程机械化作业 成为今年棉花播种的亮点 永恒无人驾驶以后太好了 你想我们一接收 就算是不用再厂上 这样就省出一个劳力来 就算是你想我们在后面 压压码了 这个帮忙就得调整了 我们接收能干了 工作效率大大的提升来了 在新疆阿克苏 眼下水稻也进入了插秧期 近年来 阿克苏地区 大力推广机械化插秧 优质水稻品种和科学管理技术 今年水稻种植面积 预计16.5万亩 目前各乡镇 已陆续进入水稻插秧生产工作中 预计水稻插秧工作 将于5月20号全部完成 接下来我们开启 夏天的美食之旅 咱们先去山东尝尝樱桃 再到四川去看看 长在空中的草莓 眼下山东青岛劳山区 北宅街道的42万株樱桃 陆续进入成熟期 今年樱桃的作果率 同比提高了30% 成熟的樱桃采摘期较短 为尽快将成熟的樱桃销售出去 当地以云销售助农采摘等措施 推动樱桃销售 近日安徽同城旅亭镇 近600亩果桑迎来采摘期 一串串桑肾坠满枝头 当地引进了优良品种 台湾大果桑 亩产可达800到1000斤 按美金5元计算 可为当地种植户 带来采摘综合性收入 240多万元 在四川广安 越池县的一户家庭农场里 本该种在地上的草莓 通过无土立体栽培技术 实现了空中生长 这种草莓无需农药 产量还比地种草莓 高出近三分之一 绿色环保的同时 也为农民带来更高效益 这两天 河南华县万亩香瓜 种植基地的头茶瓜 迎来收获季 种植户刘继如告诉记者 与露天洋香瓜相比 大鹏洋香瓜 能提早一个月上市 美金的价格 也能高出一元钱左右 我今天这个大鹏流 种的是个蕊红天国 赚完了美食 咱们再去赏赏花 最近辽宁的牡丹 重庆的拱铜树 花开盛盛特漂亮 眼下辽宁建昌县 蜂牛营子乡 洞底下村的千亡牡丹 进入盛花期 白色的粉色的紫色的牡丹 蒸奇豆艳 据了解 这里是东北最大的牡丹园 云内游用牡丹和观赏牡丹 有六十多万株 三百多个品种 其中有很多是树林 超过百年的高龄牡丹 这两天 在重庆乌西县 阴条岭自然保护区内的 拱铜树全部开花 拱铜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 引花形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 又被称为中国鸽子树 拱铜一般分布在海拔 一千五百到两千两百米的 湿润的长绿阔叶落叶 阔叶混胶林中 目前在乌西境内 已知拱铜数量余百株 其中树林在一百年以上的拱铜 有十余株 眼下河南商丘鱼城沙棋乡的万亩 勺药花开正浓 勺药花一般在每年四月底和五月初开放 花期可持续二十天左右 不仅有观赏价值 同时也能给种植户带来经济收益 目前这里勺药种植面积一万多亩 有很多年轻人 用返乡创业就业的方式 运用自己的所学 帮乡亲们致富 刘闯就是这样的年轻人 2020年刘闯大学毕业之后 决定回乡务农 如今回到家乡才一年多的时间 刘闯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 这几天 刘闯正在忙两件事 播种千亩花生和栽种西瓜苗 而在2020年之前 刘闯家里的农场 几十年都只中一种农作物 玉米 一年一查 产量不高 收益也不大 2020年 刚刚毕业的刘闯 接手父亲创办的家庭农场后 决定做一个彻底的改变 首先了解我们当地种植模式 包括销售渠道 然后我把我所学的知识 以及在学校学到的一些理论基础 与他们共同分享 接下来刘闯做出了几个大胆的决定 流转土地实施连片开发 种植一万多亩玉米 市中一千亩花生 开发八百亩冷棚西瓜 父亲想都没敢想的项目 他风风火火地做了起来 同时还积极探索新的种植模式 把书本知识用在生产里 我们这个腹膜花生 以前就是这个关于农药打药的问题 我们正常以前都是除了苗之后 再去进行除草 当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 就是可以在膜内进行除草 省去了一片作业费用 所以说我们今年这个种植模式 就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同时刘闯还研究起了电商 销售自家农产品 在他的努力下 去年农场的玉米 西瓜 花生等 农产品的纯收入就达到三四百万元 是之前他父亲每年纯收入的五倍 如今三十多名村民 在刘闯的家庭农场打工 平均每人每年增收三万元 12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策划的 大型农村户外演讲节目 乡村演说家 在北京房山的唐尚村 举行了第二站演讲活动 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 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活动现场 十名来自北京的基层一线农民代表 通过云演讲的方式 讲述了他们的奋斗故事 直播过程中 网友们也通过央视频 大地讲堂的网络直播间 为喜欢的选手点赞助力 代表们演讲结束后 六十多名唐尚村村民 进行了现场投票 张总 因为他用 那个平时说的 我们说挺美好 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印象 投的环保奶奶 因为我就觉得他六十多岁 就说二十多年 坚持义务 捡垃圾 就是挺不容易的吧 通过投票 80后特色党史教师张董 和环保奶奶贺玉凤 获得了这次十进二的晋级名额 他们将在月底来到唐尚村 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农业农村节目中心 乡村演说家的电视节目录制 视线转向国外 印度因严峻的疫情形势 多地实行了封锁或宵禁措施 而受到疫情封锁的影响 印度多地物价上涨 民众的生活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新德里自9号起 再次将封锁措施延长到17号 随着各种物资的供应成本上升 物价普遍上涨 印度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物价上涨的同时 民众收入也因为封锁而下降 虽然新德里市政府在本月4号宣布 对辖区内720多万困难户 实施口粮配给计划 但是民众的生活压力依然很大 大米是韩国人最重要的主食 不过近期韩国大米的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 相关加工食品的价格也显著提高 韩国的餐厅里米酒是酒水淡上不可缺少的一项 随着最近的米酒厂商纷纷提高价格 像我手里拿着的这种最常见的750毫升的米酒 在餐厅的售价从3000韩元涨到了4000韩元 换算成人民币相当于从17元涨到了23元 这个涨幅达到了35% 那不仅是米酒 在便利店还有超市经常见到的素食米饭的价格 也上涨了7% 那我手中拿着的这个是210克的米饭 它现在的售价是1950韩元 约合人民币11元 那实际上韩国的素食米饭 米酒等大米加工食品纷纷涨价呢 是来自原材料大米价格的压力 以4月30号为基准 20公斤的大米的批发价呢 是约合人民币340元 同比上涨了25% 而大米涨价的主要原因 就是去年恶劣天气导致大米减产 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 去年韩国大米的产量呢 为350.7万吨 较往年呢减少了12.6% 达到了近40年来的最低值 好 本期的中国三农报道就是这些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农业农村频道 微信微博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